大家好 這條影片我就想講講國能那件事 還有就是那個排斥委員會 在昨天就出了下季那個騎士陣容的發了牌 我先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講國能 那件事我想大家都清楚了 他在昨天就說才入址申請這個下季騎士牌照 那不是說他為何要這麼遲才申請 而是因為有消息就說 馬會在昨天的傍晚時分 才向騎士國能發出這個續牌申請表 是昨天才給他的 其實就是這樣的 即是你騎士每季拿牌 就是五月 大概五月左右 那馬會就會給這個 來季騎士牌照的申請表給騎士 那就是你入址申請的 但是 只有國能一個人 在 五月的時候 還未收到那個續牌申請表 那就是特別處理 然後去到昨天晚上 馬會才說給個 申請表給國能 去入址申請下季牌照 那很明顯看到第一件事就是特事特辦 根本 正常的 處理手法 是上個月要給騎士入址申請的 但國能是完全不同的 這件事很有問題 因為國能其實今季都是拿著公司的牌照 你應他的地位 他的身份 他的合約 和其他的公司騎士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國能會遲別人 收到那個申請表遲那麼多呢 而是好像現在是第二條隊 其他騎士就排 五月尾的那條隊 國能就是 另類處 你來禮拜五 截止申請 我覺得 莫名其妙 這件事 搞到別人 國能 本身就以為想著 都沒得騎士的了 又收不到牌照申請 那又丟了 他部分的兒子 和他太太也回到英國 現在突然之間就說 喂 有得申請 我遲了給你這份訊號 你現在都可以入籍的 你根本真是玩救人的 別人想著你 未必 給我拿牌 連份訊號都不給我 那我就 算了 回英國 兒子都回英國 現在回到英國之後 他現在才說 有牌照 你真是 你真是玩救人的 根本 還未必有 未必給牌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馬會 我不相信整件事 是有一些 失誤 或者是 忘記了給國能的份方 馬會這麼大的機構 人們做事 那麼瘋狂的話 就解僱了 放得明這些 我覺得是針對他的 根本 你真是 玩人玩到那麼盡 都不知所為 根本 國能就說自己 入籍申請了 看看 之後的結果 是怎樣 我也相信 就是 如果他就算申請 我想他都是拿半季牌 都不會有一季牌 更何況 馬會如果真的要針你的話 都未必說給牌 儘管看看結果 是怎樣 那麼今早 國能 真是諸事不順 試襲的期間 應該不是試襲期間 出跑道的時候 這隻的 國能騎這隻馬去試襲 他又躲了馬 被人拋跌 被這隻馬拋跌了下來 真是陰功 老貓少數 那儘管看看他的牌照 如何處理 不過我覺得 馬會這次的處理手法 兩個自然用 就是PK 那跟著這個牌照委員會決定 其實那個騎士表 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沒甚麼特別的地方 大致上 今季的騎士 下季都會在 多一個霍雲星 拿半季牌 霍雲星大家都知道了 霍利時的兒子 另外 反而另外一件事 大家都可以看看 就是自由生騎士牌照 陳家熙就不會再是 見習騎士了 因為他 來到27歲都未贏夠數 還在減7磅 所以就不能再跟師傅了 他迫著出來 都是要做自由生騎士牌 情況其實跟今年3月 王俊那個案子是一樣的 減7磅 都拿不到助騎 星期三減7磅 這個騎士都只有一隻馬跑 真的很濕製 非常濕製 這件事 另外 這兩點都可以留意一下 還有一件事 轉了做自由生騎士 他不是跟師傅 但是他依然 都是有減磅 減磅是不變的 他繼續減7磅 不過還是沒有人找他跑馬 這件事 黃浩南 黃俊 如果下季成績再未改善 就未必會再發牌 這件事 沒辦法 因為現在 黃浩南1 黃俊0 成績 都差得很重要 希望他們 加油 還有 其他大致上的東西 都沒有特別 牌照方面 是國能的東西 看看會不會 追蹤一下 希望他拿到牌子 也不要讓馬會再搞 另外 另外 波仔也是拿半季牌 他頭馬其實也不是贏得小馬 只不過因為 美活人生的那件事 就發半季牌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 接著講第二件事 其實就是 講一講這場賽事 都是問題賽事 因為有兩件事要講 第一 這場賽事是講禮拜日 剛剛禮拜日沙田第六場 泥地四巴650 喜喜綿綿贏那一場 這一場呢 首先第一件事 你看看 莫雷拉 裸位撞到梁家俊 飛起 其實 為什麼這樣 都不可以罰停賽呢 擺明就是小組護著他 你看到直路 根本 明明那個位是 呂英復星 紅色箭咀起 棉面那一隻 你看看 莫雷拉 出來 一下子撞開 呂英復星 弄到梁家俊 實平衡 大家看到嗎 擺明是 撞他 你看多一次 這裡撞一隻藍色衣服 弄到梁家俊 失平衡 事後 竟然這個 魯莽拆騎 竟然是 沒有罰停賽的 也都 連不小心拆騎都沒有 就只不過 告誡 莫雷拉 轉換跑線 小心點 其實莫雷拉 經常都是 他有兩種情況 一是好像剛才那樣 在裡面 硬硬撞 隔壁那隻馬 弄到騎師 失平衡 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他很流行 轉彎彎位 尤其是跑谷草 發力 彎位發力 然後入彎那段 就壓到裡面的馬 其實根本這些 情況 不關什麼 有沒有 不小心拆騎 是 擺明是 魯莽拆騎 不小心 是說 你沒有意圖這樣做 不小心而已 意外 但是 莫雷拉 這樣的裸位 求勝深切 根本 你硬來也不要緊 你還要 影響 其他 人 和馬的安全 這件事 最刺激 是不是 你跑馬最重要 大家都安安全全 最基本的要求 你沒有理由為了贏 然後 你走去 撞人 搞到 騎師都失敗了 平衡 同樣的情況 幾年前 加州再遇 那時候 何澤遇 加州再遇 又是 壯界 華麗 不知什麼 搞到罰了幾天停賽 其實這次的情況 都是類似 只不過是 莫雷拉 因為他是 冠軍騎師 可能是 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 沒有罰到 這些 擺明 其實你說什麼 嚴厲譴責 根本是 沒有意思 你嚴厲譴責 是沒有後果的 你一定要罰他停賽 罰他錢 這些才是 有一個 實質的 後果 是不是 他警戒 這樣都行 我覺得 不知所謂 另外一單 就是這場賽事 巴道騎的機緣巧合 被人說 末段的拆騎方式 有問題 展開延順 押後了 儘管看看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覺得 機緣巧合這一場 巴道騎 沒有那麼大問題 巴道騎那隻 被小組說 沒有盡力拆騎 押後延順 你看看紅色電咀 外面數起第2隻 紫色3隻 機緣巧合 入直路 是不是真的騎得那麼差 那麼斜 他無可否認直路上面 也沒有大力吹拆 你看到入直路上面都是抓緊的 都沒有大力騎的 然後去到現在 一百多二百米 才開始抽邊出來打一打 這裏才真正騎下去 但是其實 論打邊 他都是分了其他僵 打了其他反手邊 都沒有 其實很油的 全程都騎 騎的 騎法 就擺明是 斜著騎的 只不過你說有沒有影響到這隻馬的最終名刺 我覺得沒有 沒有的 因為 的而且確 這一匹馬 回到來的魚勢 不覺得特別勁 也沒有展現到 好像雲中龍或者鄭宇田那隻 星光勇將 按住這隻馬自己上來 就沒有 其實這隻馬本身也未必說太多 只不過 巴道這場的騎法 擺明是騎的 但是就沒有影響到實質的賽果 就是說巴道騎下去 會不會有頭四名 我覺得不會有 因為這隻馬本身的走勢不是太強 這件事 其實 我覺得有時候 即機緣巧合的賽事 我都想這些馬 又轉沙田又轉泥地 擺明是想減分為夏季做部署 那 即是有時候 電話師想這隻馬減分 騎士當然 都有時候 輸遠一點就最好 減多一點分 不過 這個為夏季做部署的舉動 有時候都會找一些騎士來交飛 因為 這隻馬 始終都是 你譬如說機緣巧合 都是一些很中心的馬 經常撲近 如果因為 有時候你減分 好像葉楚行也有幾隻 那些競技勇士 弄到 亡進無險冬 那些都舔過幾次 那 我覺得 即是 減分這個動作 就最好 不要影響到你的騎士 即是 乃士上身 最重要的 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 找我的騎士來交飛 那這件事 我覺得 anyway 說回 機緣巧合 我不認為 他的騎法會影響到 這隻馬 會沒有了頭四名 只不過 如果騎下去 應該還可以輸近一點 始終機緣巧合在這個路程 和在場地性能 都不是那麼好 那我的見解是這樣 如果 競賽小組去查 我覺得都ok 的確 騎法有些問題 希望他這一把尺 這個標準 適用在所有的騎士 和所有的馬匹身上 不要只是這隻捉得那麼嚴 其他又放寬 我會這樣看 好 這條片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接下來的 賽事一間會有一個直播 8點 搞一個賽馬直播 跟大家聊聊明晚的馬 記得留意一下 這條片講到這裏